时代力量党团将提出华航改名的草案 苏贞昌是力挺的 那林佳龙是雨代保留 民众党党团副总赵张其露表示说 技术性问题也应该要克服 我们看到国民党是没有随之起舞 您怎么看待各方的表态呢 国民党没有随之起舞当然是正确的 但这一次我的态度跟国民党不一样 我赞成改名啊 我跟别人看法不同啊 我觉得中华航空刚成立的时候 取名叫China Airlines 是一种尊荣 是一种光辉 但现在呢 自从蔡英文当权了以后 这一家公司从上到下 都被台独人士盘踞收了主管职位 在里面吃香喝辣 政治酬庸大行其道 竟然专机上还敢走私香烟 大举的香烟逃落关税 丢脸丢到家的 丢到国际上面去了 那再挂个China Airlines不是在侮辱China吗 不是在侮辱中国吗 所以他根本不配叫中华航空公司 不配叫什么China Airlines 但是早点拿掉好了 赶快把它赶出家门 不应该不准他用什么China 或者是不在去中化 这么丢脸你还让他用这个名字 那中国人的脸丢到哪里去 China Airlines 是走私的航空公司 这个脸丢不起 我是觉得早点改名早点好 那改什么名字呢 他们可能想要像苏正当讲 加住台湾 改名叫台湾航空公司 这个我也不赞成 因为就民进党人的立场来讲 台湾这两个字是中国人取的名字 不够本土化 所以就不应该叫台湾 台湾这两个字 真的是中国官方文书取出来的 不是台湾本地产生的名字 不够资格用台湾两个字 也被丢脸了 而且现在民进党政府觉得 只要是中国东西就有病毒 不应该用 所以也不能叫台湾人 要改个名字 改什么名字呢 我都赞成 就是不可以叫中华航空 也不可以叫台湾航空